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因为小游戏而相爱的故事 这个男主名叫浩宇,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没有女朋友,至今也没有谈过恋爱 他一直暗恋着班级里的女神 但由于性格原因,至今也没敢开口表白 这天老是因为要去开会 所以这节课就变成了自由活动 班级里的女同学们瞬间就炸开了锅 他们叫来了班里仅有的两名男生 来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输的人就要排队当成马,让赢的人坐上 男主本不愿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可他为了女神,立刻就同意了 他们分成了两队,每队都是一男三女 每队派出一个代表来玩石头剪刀布 男主和女神不在一个战队里 第一轮男主这对输了 他们只能接受惩罚 一个女孩在前面,剩下的人就在后面排成马 赢的人就可以骑上去 本来玩这种游戏就已经够摔的了 男主他们这一队还连续输了三次 最终他体力不支,实在是忍受不住了 他们三个人对前面的女孩连连呵斥 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男主一抬头看见心爱的女神 瞬间就被融化了 最后男主这队终于赢了一次 和后面的女生叽叽喳喳的 一直往前几个不停 导致男主和女神之间的距离很近 他双手撑在墙上 尽力与女神保持距离,希望不要冒犯到女神 可后面三个神志弓还在不停的往前挤 男主为了缓解尴尬 赶紧又来了一次石头剪刀布 赢了 就在他们欢呼的时候 一个女生被吓得直接坐到了地上 女生们顺着方向看向了男主 更甚至有的还拿起手机开始录像 男主意识到是自己太膨胀了 只能转身浑溜溜的离开了 到了晚上,大家又聚在一起吃饭 女生们还在兴致勃勃的聊着男主的事情 男主拿他们也没办法 只能任由他们调侃 可谁知他们竟然转而将画风对准了女神 男主这就忍不了了 让他们不要再说了 女神看向他 两人的眼神交织在一起 心里都产生了一次变化 饭局结束后,两人结伴一起回家 今天的事真是抱歉 让你在同学面前丢脸了 没关系了 男主鼓起勇气问他有没有男朋友 女神一脸羞涩地摇了摇头 就这样,他们因为一个游戏而相爱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小果汁,我们下期见